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太子敖饼 还打死了玉皇大帝封的一个神仙 这哪吒不是在东海口洗澡吗 这洗澡不是得有毛巾吗 哪吒是拿混天灵当毛巾 设法宝混天灵衣展开 搅乱水部 弄得东海龙宫宫殿搅晃 于是东海龙王派巡海夜叉里跟来查看 这部一个巡海夜叉在水里探头探脑的查看 只见东海海口九安河的水变成红色了 来到近前想看是何方妖怪 原来是一个小孩子用红楼帕洗澡 李更质问哪吒 用了什么东西把河水变红 弄得龙宫宫殿摇动 哪吒回头一看见到水底有一怪物 面如蓝殿 发刺朱砂 锯口獠牙 手持大股 哪吒回道 你这畜生 是个什么东西 也来说话 李更一听了哪吒骂他是畜生 大怒就拿着斧头披向哪吒渣 哪吒手有乾坤圈 又有混天灵护体 这可是太义真人的法宝 不要说李更被哪吒给一乾坤圈给打死了 这才引来了东海龙王三太子阿比 当然李更死了 东海龙王估计是不会急着去找凶手的 可是自己的儿子也死了 还死得凄惨无比 被八皮抽筋了 早有龙兵并告龙王李竞之子打死了三太子 这不东海龙王敖光来到陈堂关照 李竞问罪来了 刚开始李竞都猛了 怎么都想不到是个渣者的事 李竞向敖光解释 自己的两个大儿子在外面学艺 小儿子鹅渣才七岁 结果鹅渣拿着龙金回来了 还准备把龙金送给父亲做腰带 大家说这案还有调查吗 鹅渣拿着龙金的遥光道歉 遥光见物伤行 对李竞说了一句话 原文如下 你生出这等恶子 你是才还说我错了 听他自己共振 使你意上可过的去 旷无辞者 正神也 夜叉里更亦记欲比点叉 岂得你父子无故善行打死 我明日奏上玉帝 问你的师父要你 大家看到玉帝两字没有 在封神演义中 封神前天庭是有玉皇大帝的 并且也能封神 大家看上面这段原文 李竞正 魏寻海夜叉可是玉皇大帝玉帝点叉的 当然 大家也知道东海龙王告玉状成功 哪吒被逼得萧虎海妇 萧肉海母 蒋真于事无补 李更死得很冤 要知哪吒可是被他师父太义真人就活了 当然 毕竟李更是被玉皇大帝封过神职的 这不后来周五王法又成功 将子牙归国封神没有忘了李正 又封其位大祸行 最后补充一下 很多人以为夜叉是妖怪 其实夜叉是一种鬼 夜叉在佛教文化中是鬼的名字 因此书生说李更是鬼怪 可参考了县 封神演义 大方广佛文华言经浅识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大方广佛文华言经济 大方广佛文华言经济 大方广佛文华言经济